您好,欢迎你走进BottleWeb开发课堂 这一讲的主题是Bottle框架的Hello World 在这一讲中,我们将学习如何安装Bottle这个Web开发框架 BottleWeb开发框架我们用来写误物器的程序代码 它的最简单形式是什么样子 如何运行与测试服务器代码 服务器运行函数RUN它的基本参数由拿写 我们在进行Web开发时,需要使用拿写参数以方便我们开发和调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安装Bottle 我们在第一节课曾经讲过Bottle是一个单文件的Web服务器框架 它非常简单,在安装的时候我们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用Python自带的安装工具Pipe来进行安装 在运行这个安装命令时,要注意需要具有管理员权限 如果我们在Windows下安装Bottle这个开发框架 那么我们可以在命令提示服务下运行PipeInstall这个命令 比如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以管理员方式来运行这个程序 那么此时我们只要运行PipeInstall这个命令 来安装Bottle就可以了 运行这条命令我们看到 这里要求我们安装最新版本的这个Pipe安装工具 这里呢,由于我这台机器已经安装有Bottle 所以呢,不再继续升级并且呢,安装Bottle了 这就是在Windows下如何安装Bottle 那么如果在Linux下 我们也可以用这条命令来安装Bottle 当然,也需要使用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来进行安装 这是第一种安装方式 第二种和第三种安装方式 都是在不同版本的Linux下我们使用的命令 第二条命令 使用ipt-get这个命令来进行安装Bottle 那么使用这个命令来安装Bottle的话 也需要具有管理员用户的权限 那么ipt-get主要是在 代班这个系列的Linux系统下 如果你使用Federal或者是SendOS 我们可以使用YUN这个命令来进行安装 YUN命令安装也非常简单 我下面呢,在虚拟机当中来演示一下 使用YUN命令来安装Bottle 首先,我们打开虚拟机 在安装Bottle的时候 由于我们事先不知道这个Bottle这个软件的名字 所以呢,我们可以使用YUNsearch来搜索 要安装的软件 当搜索完成后 它会给我们取配的这些软件的名字 我们可以看到 有Python2版本的Bottle 也有Python3版本的Bottle 所以呢,我们在安装的时候 由于这里面呢,以Python3为技术 我们安装Python3Bottle这个名称 那么因此,我们下面就可以使用 管理员权限来进行安装 这时,只要我们敲入回车 就可以安装Bottle这个开发框架 就可以了 这里呢,我们就不再运行这条命令了 那么这是在Innic的下 如果安装Bottle这个开发框架 当然,如果你不使用以上这些安装命令 也可以直接下载Bottle.py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的下载方法 是到Bottle的官网 就可以直接下载这个单文件 然后呢,放到你的Python库录镜中 或者是项目录录下 就可以直接引用了 那么这是如何安装Bottle 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学习主题 利用Bottle来开发Web项目 它的最简单的服务器程序代码是什么样子的 利用Bottle这个Web开发框架来开发服务器程序 它的这节代码具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最少代码的服务器程序 第二种形式,我们使用面向对象的服务器程序框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最少代码的服务器程序 它的基本框架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启动 开发工具 新建一个文件 并保存 使用Bottle这个Web开发框架来进行Web开发 首先我们要导入Bottle模块中的相关功能模块 我们这里面由于是最简单的服务器框架 所以只需要导入root和run这两个函数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调用root这个装饰器 定义网站的根目录的默认主页 它的业务函数 返回一个简单的数字串 直接调用我们从Bottle当中导入的run这个函数 这段不超过10行的代码 就是利用BottleWeb框架来编写Web项目的一个最基本的程序框架 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二种方式的框架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把它保存为另外一个文件名 在这里我们先导入相关的函数 生理化包头这个对象 要用Bottle这个对象的装饰器方法 定义首页的业务函数 返回首页相关的内容 运行这个服务器程序 这就是第二种方式下的程序代码框架 下面我们接着看一下如何测试和运行这个服务器程序 测试和运行这个服务器程序主要有两个步骤 第一步呢 我们首先运行这个最小的服务器代码 也就是在命令提示服务下 才运行这个服务器程序 然后呢 我们使用浏览器来访问这个服务器 并查看返回的结果 首先我们启动一个命令提示服务程序 转到该目录下 我们先来运行第一个对减程序 当程序启动时 我们看到程序会给出个提示 这个提示呢 就是listen on 就是监听它的服务器端口是8080 那么服务器运行的IP地址是本级 就是127.0.0.1 当我们按Ctrl加C 时候退出这个服务器程序 这时候我们启动浏览器 输入地址 注意这里面要带上端口 8080 我们看到它返回的是RM高途 也就是这个页面的基本内容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测试完成了第一个代码 也就是运行这个服务器程序 然后呢 会看到运行成功 会提示 它的服务地址 当我们访问这个地址的时候 我们看到下面会有一些 相关的提示信息 我们退出这个服务器程序 运行第二个服务器程序代码 我刚才没有保存这个程序 所以呢 在运行的时候 它没有结果 那么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文件进行保存 保存完以后 再次运行这个服务器程序 我们看到服务器程序已经启动 我们这时候 用浏览器来访问它 那么这就是这个 结果函数 所返回的结果 这里的run这个函数 它在运行的时候 始终运行在当前的这个机器上 并且呢 端口默认为8080 那么我们使用这个run这个函数 还可以提供一些其他的参数 来为我们运行服务器来进行服务 或者呢 达到修改一些参数的目的 下面呢 我们就看一下 run这个函数 具有哪些参数 以及如何使用 run函数这个参数 最常见的 第一个 就是指定服务器服务的IP地址和端口 它的参数关键字为 Port和Host 第二 我们可以让这个服务器程序 在运行时显示一些调试信息 方便我们在编程的时候进行调试 第三 我们提供一个参数为代码修改后自动重启服务器来运行新的代码 这样呢 不需要我们老是重启服务器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run的参数它的基本使用方法 首先我们打开服务器程序的代码 比如我们以第一个最基本的服务器程序代码 首先我们添加 首先我们添加 首先我们添加一个host关键的参数 这里呢 这里呢 我们利用localhost 表示呢 运行在本地的网络上 我们可以指定它的端口 所以你在指定端口的时候 应该指定没有被使用的端口 这个时候我们保存文件 然后呢 运行这个程序 我们看到 这个服务器程序 不在运行在 127.0.0.1 这个8080端口 而是运行在localhost的80端口 80端口是http的默认端口 这时我们也想访问这个服务器 就很简单了 那么在这个地址里面 就不需要输入端口 我们只需要呢 直接输入这个地址就行了 我们看到它访问成功了 当然了 127.0.0.1 实际上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localhost来代码 这个呢 结果是一样的 那么这是我们使用参数来指定运行的IP地址 以及服务器运行的端口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用run函数当中的参数来指定显示调试信息 这时我们只要使用debug这个参数 给它一个true就可以了 我们保存 运行这个服务器 中心启动运行 那我们刷新它 当然是显示这个内容 那么此时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提示信息 和这个是一致的 当然这里面呢 因为这个程序没有错错 如果业务函数当中包含错误 那么此时呢 它就会显示相应的错误 比如我这里面随便出一句错误的语句 我保存这个程序 然后呢 运行这个程序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访问它 看到这里面呢 就会提示一些错误信息 那么通过呢 命令提示服下 我们也能看到 那么错误出现在什么地方 这样呢 便于我们在编写web项目的时候呢 进行调试的 最后我们要介绍的 run的另一个参数 就是 reload 就用这个参数 我们可以让 当我们修改这个服务器程序代码时 这个服务器程序会重新启动 应用新的代码 而不需要我们像刚才这样不停的去关心这个 命令提示服界面 不停的去用counter推来关闭这个服务器程序 然后呢 再启动 下面我们测试一下这个reload的这个关键字作用 比如我们这里面呢 在业务函数当中有一个错误语句 这是呢 我们运行这个程序 服务器启动以后 我们访问 界面 它会提示一个错误的 那么我们发现了错误以后 来修改这个print语句 也就是如果我们把它去掉 去掉以后呢 我们保存 保存以后 回过来后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命令提示服界面 它会由包头的重新启动 这个时候 就显示已经重新启动过了 那么我们再来 进行一下这个浏览器 就可以看到 它访问就是正确的了 这一节课 我们就学习这些内容 课后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为你的计算机 安装包头 这个web微框架 写出基本的服务器代码 运行与调试 你刚才所写的服务器代码 并且呢 运行函数提供不同的运行参数 并尝试和运行与测试